本期分享webtraffic.ru自动挂机脚本 这个项目是频道开播以来最值得新手入门的项目 虽然盈利比较少 但是好在这个项目是100%提现成功 且提现是秒到账 对于CPA的自动刷机项目 其教育意义大于它的经济利益 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不计流量的动态代理IP 那么这个项目也可以在不影响你其他项目运行的前提下 额外给各位带来一些收益 为了回馈我们的观众 只要想尝试这个项目的小伙伴 你们可以凭关注频道和本视频的点赞截图 免费获得我的webtraffic.ru脚本体验一个月 具体领取方式我会放在本视频后面详细说明 本视频是全网最全和最详细的讲解 webtraffic.ru项目的视频 全程干货建议大家先收藏再观看 Money 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转项目和网转项目相关技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分享的只是网转的技术实现方式 任何使用本视频内容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 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第一部分提现展示 当前我这个账户有15卢布 然后会把它全部提现成功 先翻译成简体中文 然后点击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有配偶的账号 我之前有申请过我将我自己的配偶的账号输入进去 然后把15卢布全部提现 然后点击付出 好这个时候已经成功的这个提现成功了 稍后我们去看看我的配偶的账户 好这个时候就是我的配偶账户的一个情况 当前已经收到了14.71卢布 然后中间会有一些手续费 当然如果说配偶账户你提现过来以后 你可能需要提现到你的支付宝 或者其他的输出钱包里面 配偶也是支持的 大家请看我现在的演示 这里面是可以支持USDT的提现 也可以支持支付宝 你等一等我来找一找 应该我找一找 大家稍等 好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支付宝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填写进去 然后就可以将这个收益提现到你们的支付宝 或者任意的数字钱包里面了 第二部分项目介绍及账号注册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webtraffic.ru这个平台 这就是他们的官网的首页 那这里先解释一下 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的访问速度和它对节点和IP的这个限制是挺多的 我之前用我的新加坡的节点是无法注册的 那我现在换成的是美国的一个节点 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我刚刚注册的一个账号 我们先点击最右上角 如果大家没有注册的话 先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俄文的注册 然后先填写自己的用户名 再填写自己的邮箱 再把密码写好 最后去勾选这个统一本项目的一些条款 然后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就完成你整个的这个账户的一个注册 当然你会在你的邮箱里面去收到一份激活的一个邮件 可能大家需要去关注一下 有时候你的邮箱和密码可能被人这个注册过 它这边都会显示俄文 所以大家可以用右键 然后点击翻译成简体中文 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切换语言来注册 好像注册起来 切换语言以后是有问题的 我这边就不直接演示了 我这边就直接登入我自己的一个 刚刚注册的一个账号 当大家注册好了这个账号以后 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代表的是说 你的这个ID UID是多少 然后你当前的一个用户名是多少 你的邮箱是多少以及你的收益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提取我们将来要赚钱的那个链接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回到首页 然后点击我现在鼠标这个停留的这个按钮上面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因为你是一个登录状态 所以你就会显示你将来要去分享的这个链接的地址 在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是移动版的 上面这个是外部版的 我们只要用到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拷贝下来 下一步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这个广告链接 分享到我们的博客当中 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的一个博客 然后我们点击New Post 那我们先取个名字 然后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文本编器的一个方式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HTML View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将我们的这段代码复制进来 这时候我们再退回到我们编辑器的模式下面 然后点击发布 然后此时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新建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博客 我们去预览一下 好 这个时候这个广告的这个页面就在这里了 稍后我们自己的程序的设置当中 我们只需要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博客的一个链接就可以了 并且在这个博客链接里面 我们自己的脚本会去来点击会识别它的一个坐标来点击这个广告的 我们比其他的脚本里面不光是让这个广告展示 并且我们会点击这个广告 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三部分脚本的安装和使用 当我们拿到安装包以后首先我们会双击我们的安装包 安装包会让你指定你的安装路径建议大家不要安装在C盘 因为通常来说windows的C盘的权限设置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安装在其他的盘服里面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说如果说大家安装的时候 你们的节点质量不够高的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建议大家换一个质量高一点的节点 因为在首次安装的时候 这套脚本需要去下载第三方的工具很多并且很大 大家需要有耐心 当大家全部的下载好了 然后输入好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 就会跟我一样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个界面 第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也就是当大家拿到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 需要将这两个值给填进来 第三个安装路径 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安装在D盘 D盘下面的这个盘服 希望大家用的是反斜杠 而不是说windows默认的这个正斜杠 我们以反斜杠为说 然后我们安装路径是web traffic 假设是这个路径 那么我们就写上这样的一个根目录的 安装路径的根目录 它的一个含幅的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动态指纹 动态指纹这边我们支持两种格式 第一种是说完全使用user agent的这种方式 就只是加载这个请求头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其实我一直不太去认可 只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小伙伴需要这样的功能 因为他们想省那个指纹的钱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希望就是能够提前顺利 能够感受到我这套方案的魅力 我建议大家去买一套或者到我们会员群里面去跟其他小伙伴拼一套这样的动态指纹 那么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动态指纹拿到了动态指纹的密钥 那你就应该选择下面的yes 然后将你的动态指纹密钥粘贴在这个输入框里面 下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动态指纹的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这套脚本你希望模拟出来是windows的浏览器 还是移动版的浏览器是桌面版的还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等等这些设备 我们通常来说建议大家直接就去选择windows的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是指纹入库时间 我也建议大家通常选择最新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请求量特别大 那么你就选择30天或者60天都可以 如果说你的请求量不大 你觉得你每一天不需要刷那么多 建议大家是用15天的 好这是第二个大的模块 动态指纹我就讲解完毕了 第三个我们的动态代理 动态代理列表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购买第三方的动态代理 那我们的这个格式 我在这里有注视点 动态代理的格式是 首先是IP或者是域名 然后是冒号冒号后面跟的是端口 再是一个冒号 后面跟的是我们用户名 最后跟着的是我们的密码 一定是这样的格式我们才能够被识别 这里也是考虑到之前我们会员能够降低成本 我们频道里面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代理词 针对于这种不计流量的这种项目的话 我们对会员是打八折的这样的一个动态代理价格 之前是对外是90优 如果说你之前是我们会员的话 那么就是72优 那如果说你之前就已经有了其他的动态代理的话 那你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动态代理加载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讲一讲动态代理的类型 你可以选择自动或者是你知道哪种比哪种你的动态代理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动态代理支持SOX5的话 那一定要去选择SOX5 因为SOX5相对来说更加稳定 连接的也带宽也好 稳定性也好 更好一点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动态代理的这个设置界面 最后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策略 机器人策略里面 机器人数就代表的你需要开启多少个窗口 你开一个那么就是一一个窗口再反复的去观看那个广告 你开十个就是十个 你开一百个就是一百个窗口同时来看你的广告 这里有一个对于你机器线子和你的窗口数的一个匹配公式 如果大家是 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计算机的这个逻辑 CPU的逻辑核心 在这个界面当中 CPU的逻辑核心怎么看呢 我们把鼠标停留在 我现在停留的这个位置 然后右键 然后选择改变这个图形 选择这个逻辑处理器 那大家就能看到当前我的电脑的这个处理器是八核的 是八个逻辑核心 那以八个逻辑核心来看的话就只能开八个窗口 这样的话是最稳定也是效率最高的 大家不要去想着说我八个逻辑核心 我就开个十六个甚至三十二个 最后都会阻塞在这个后面 相反会影响到整个脚本的运行的效率 所以不用去贪多 我们更应该是看到刷的广告的成果 不用去考虑这个设置的量 如果你们实在要加到这个量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换一个CPU吧 现在的这种E5的养垃圾也很多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好这就是整个脚本的安装和使用部分的讲解 第四部分脚本的运行演示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脚本已经开始运行了 首先我们会去认证我们每一个账号和它的时效 第二步的时候我们会去拿我们的指纹 指纹拿到以后加载成功以后 我们会去拿我们的动态代理 连接我们的动态代理 动态代理成功以后 大家看到这里日子上都有显示 动态代理成功以后 我们就会来做我们谷歌博客的访问 好这就是一个打开了谷歌博客的页面 当前有广告 这也又是一个大后传课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会去识别当前这个页面有多少个广告 然后我们会去计算 这个广告当前的这个坐标 并且随机选择 如果它超过两个广告的话 我们会去随机选择一个广告位 然后计算它的点击位置 然后开始点击这个广告 并且等待这个广告的压展 当这个广告加载完毕 我们再模拟人的这个鼠标的随机游走 把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整个的这个刷视频看广告的这个才结束 好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上面 我的这个后台的金额就上来了 这就是点击广告完毕以后的一个界面 就是真正的一个广告的这个着陆页 第五部分 如何免费领取我的脚本 那我们应该首先是打开我们这个频道的油管的页面 然后地址链接就在这上面 然后呢 我们首先要去点击订阅 然后并且要打开小铃铛 点击all 当出现这个图标的时候 代表说 你点击了订阅 并且打开了小铃铛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视频上传上去以后 我们对于视频的一个点赞 我们假设我们挑一个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在全球上网冲浪的时候 遇到过如下一些问题 我们先暂停一下 然后当这个视频在播放的时候 你需要找到这个点赞的按钮 然后点击点赞 代表说点赞完成 然后你需要将整个界面进行截图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电报群 我们电报群在哪里找呢 我们点击下面的视频说明区 这里有个mo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电报群的链接 然后大家进入到电报群里面 找到我们的管理员cash 然后将截图发给他 并且at他 他那边就会做好登记 等第二天 我们把账号和密码开立好了以后 我们的管理员cash 会一一给大家私信发送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这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一个月脚本试用的这个流程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 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